哈哈哈哈哈哈 没油了朋友们 此刻我正在这个盘山公路上面 在这个永胜县区往潘子化的国道上面 山路上面 没油了怎么办朋友们 这个咋办 完蛋了朋友们完全没油了 完全没油了 我要从这里掉个头回去加油 因为刚刚最近的一个加油站 是一个四人加油站 我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因为再往前面走啊没有加油站了 只能倒车回去了 你看这个地方地形 全部是这种盘山公路 这个路上是找不到加油站的 我必须要倒车回去 完了完了完了朋友们 真的没油了 只剩下一丁开油了 大家也看到了啊 必须要倒车回去 就最近的一个四人加油站 只有七八公里 只有七八公里 只能倒车回去了 只能倒车回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油了 没油了 没办法 这个地方倒车也有点危险啊 这个地方倒车也有点危险啊 前面又来车了 这地方倒车的话都有点危险 这刚好是一个这个 我不知道能不能倒过去啊 要不再往前面走一走吧 试一下倒车可能不能倒过去啊 好朋友们 过来了过来了 哎呀 下午到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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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午后 下午了 是 下午了 下午了 在楼下 这机程 下午中 下午的机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我加一百块钱的吧 加一百块钱的 我实际上没办法了 我很怕在这条路上泡毛 我从来没有走过这条国道 我不知道这条国道居然和西藏的这条路 它和西藏的盘山路一模一样 非常难搞 大家不信看 快到了 马上就到那个四人加油站了 它也几百米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 到了到了 終於送了一口氣啊 我這個 我這個油箱在這邊呢 油箱在這邊 那是水箱 哦在這邊 這個 朋友們加了一百塊錢的油走了 应该可以跑到下一个加油站 刚刚那个下游的小妹 她问我加多少钱 我说加100块钱 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 我怕她笑我 我怕她笑我一个开房车的 居然加100块钱 我当时真的不好意思说出口 但是我以前都是加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 我又不想加这个私人的油加太多 我就说了100块钱 加了100块钱的油 还送了两瓶水 我第一次加这种私人加油站 说实话这个服务还可以 100块钱的油送两瓶水 现在有油了 不担心了 我直接一鼓作气 直接上山 黄金钱的油 让人发放在那里面 再加速性与走 给我们建造 给你 手术 ?